趕快給大家 先直接講選XX的人 喔喔喔 豆皮壽司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吃豆皮壽司 我是不是很有財富思維的人 一副腦袋已經直到我這裡面了 所以你Josh跟著我學 就會直接擁有財富思維啦 這就是重點啦 後面不用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艾爾沙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一集 真的很重要是 每一個人都要一個財富思維的腹腦袋 我跟你講 你要成為這樣子的人 就要擁有他的思維 那我們都想要變成有錢人 擁有財富的人嘛 不管你的數字是多少 但是呢 要像那樣子的人 我就先把他的頭腦 他的思維全部直到我的頭腦裡面 然後這樣子 我在生活裡面的言行舉止 才會像這樣子的思維的人 也就是說俗話說得好 思維會影響你的行為 行為會讓你擁有這一些富有的習慣 所以所有的東西要根本的改變 就是要從思維開始學習起 那我今天先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小測驗喔 假設呢 你現在進去一個很棒很棒很fancy 吃到飽的店 那進來這個吃到飽店的時候 你看到琳琅滿目 真的什麼都有 你都太想拿了 請問你會怎麼開動呢 選A就是你會直接選最貴的食物 選B呢 就是你會直接選自己最最最喜歡的食物 不管他貴不貴或CP值高不高 選C呢就是不知道 走走看看 或者是跟你的同桌友人就是討論 或是看他拿什麼 然後你再拿什麼 趕快給他 快猜這是什麼 異秀和尚 這新時代的小朋友是 不知道異秀和尚是什麼啊 而且講財富思維 異秀和尚不 OK 和尚最不會有財富 喔喔 他們也不可以吃Buffet 因為你們太多 肉 欸可是日本的和尚是可以喝酒 哼死的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大家閒聊 我們閒聊起來了 好給大家思考完了以後 回來你的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我來直接公佈證解 先直接講選C的人 喔喔喔喔 喔喔 就真的有用 你不是說有點可憐 但真的有點 有點離財富思維太遠太無緣 就代表 你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 通常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你在生活裡面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判斷 生活裡面哪些是重要的資訊 讓你學習讓你成長 甚至你不知道你的生活怎麼做決定 所以這樣子的人就是 思維不獨立 行為不獨立 你真的就很難經濟獨立 所以這樣子的人真的有點危險 好不好 一定要趕快繼續訂閱愛爾沙 自己直接先倒回來 就是讓你趕快把那個思維 或是自己的那個獨立思考 趕快就是把它養回來 好不好 所以選C的就是真的是 最比較最慘 一直想要保守 可是沒有辦法 想要婉轉但沒辦法 好再來 選A的人呢 有沒有人選A 最貴的食物 我爸 我爸最愛吃牛排 然後每次我帶他去吃那種很貴的 很貴就是有很多海鮮吃到飽 然後但他就真的會在他的價值觀裡面 你知道那種old school 就覺得牛肉就是最貴的嘛 所以我一定要吃牛 所以才最划算 所以不管去吃哪一種形態的那種吃到飽 他就是會衝去拿牛肉拿牛排 但是我就常常問他 就這真的是你最喜歡的嗎 你不是跟我講你最喜歡吃龍蝦嗎 可是他就會說不行不行 最近這個牛肉變很貴很貴 我一定要去吃回本 所以我一定要去選牛排 這就是會陷入A裡面的陷阱 也就是說當你去選最貴的食物的時候 你違背的有可能 就是你最喜歡的事情 所以如果是很有錢的人呢 他們通常都不會去看這個貴與否 他是直接忠於他想要的目標和目的 就是他吃完這個食物 他要享受和快樂 所以他不會把這個貴與否 放成第一個指標 他是快樂與否 享受與否 去看他要做哪一個決定 所以呢 比較真的擁有財富思維的人 他會直接選擇B 我不管我喜歡的 是不是 豆皮壽司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吃豆皮壽司 我吃過最貴的吃到飽 好像是4000塊左右吧 台幣 然後我就瘋狂拿3個豆皮壽司 然後那個豆皮壽司吃起來 就跟針鮮差不多 但我就是當下很想吃 所以我不在乎 那一天我就是很想要吃飯 你知道有時候就很想吃澱粉 所以我一進去 就先拿了3塊豆皮壽司 然後身邊的有人全部殺鹽 想說你還好嗎 旁邊一大堆那種現弄的海鮮 然後我竟然不選 因為我現在就想吃 我沒有說我不吃其他的東西喔 但我只是因為現在想要先直接滿足我 今天知道我進來要得到的喜悅 我是不是很有財富思維的人 一副腦袋已經直到我這裡面了 所以你就跟著我學就會直接擁有財富思維啦 這就是重點啦 後面不用看 所以從這個選擇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錢人 他們永遠都是非常直接的 面對生命的所有要的事情就認真追求 他很誠實的接受他要的就是這件事 不管這件事情好不好看丟不丟臉 或會不會讓他面對很多挑戰或阻礙 他其實不在意 所以呢我們再回來去看 雖然這個道理很簡單 就直接追求我自己最想要的事情 這不是大家都想要 沒有喔 你回來看看你現在的職場 回來看看你現在的生活 現在的生活是你最想要的嗎 現在的職場和老闆是你崇拜和喜歡的嗎 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否 但為什麼是否 那就是因為你不願意去選更難更痛苦的路 甚至你不願意先去接受一些風險和挑戰 讓你很痛苦的繞遠路 但是可能是直接在生命裡面 是追求你最想要的 所以這個東西要落實在生活裡面 其實非常困難 可是我身邊非常多很精英 還有很有錢很有錢的人 他們其實是真的很專注在他們的目標 然後只為了自己的目標而活 不在意身邊的一切 不在意任何的阻礙 再來你從這樣子的選擇中 你會看到第二件事情叫做風險 很有錢的人因為他們太有錢 所以他們機會成本過高 所以他們必須要看得懂風險 尤其是已經創業的老闆們 他到底怎麼能確定他等一下的時間不會被占用 例如說他吃飯吃到一半 他的員工叫他回去處理緊急的事件 或是工廠失火 或是他做到一半 某一個客戶打開他很重要 要衝去簽這千萬的案子 你總不可能繼續在這邊吃著你的Buffet吧 所以你現在不先去做你最好的選擇 你等一下就會遇到這些風險 讓你再也沒有機會去選擇那些最好的選擇了 這不就是一個用全局觀用眾觀思考來看 超不划算的一個選擇嗎 所以呢有錢人把風險放進去這個概念 一定要落實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也就是平常你在一直賺錢的同時 大家可能基本會想到 要存錢要投資理財 可是為什麼有錢人他們非常愛買保險 然後非常愛去做一些真的抗風險的投資資產配置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非常清楚知道 你不管再怎麼努力 有一天你可能都會被一個很大很大的意外給擊垮 那那個擊垮可能會讓你一蹶不振 所以他寧願把很多很多自己的選擇放在 讓自己未來不會遇到有的沒的風險上面 所以要提醒大家啦 你在生活裡面呢 可能真的要做很多關於抗風險的事情 錢要多存著或是多拿這些錢去養錢再去做投資理財 甚至很簡單直接去買保險 像我這個人就是在存存款之前 我是先把我的保險買好買滿 要知道我全家 我的所有的閨蜜 我的所有的這麼多的員工 員工現在兩個 都靠我養 我怎麼能突然殘期突然沒有收入 所以我對於這些東西我是很敢下手的 因為我知道我一旦沒有收入的時候會有多危險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在意風險的 但是還有哪些東西是可以不用用錢 但是去讓你現在慢慢建構你抵抗風險的能力呢 就是廣結善緣 欸我沒有在開玩笑喔 我是常常做事情非常衝喔 我創什麼業我做什麼事情 我就是真的是很大把大把的頭錢 大步大步的往前衝 因為我知道平常我對身邊的哪些人很好 然後我也常常跟他們確認 欸如果今天有一天我餓死的話 你會請我吃麥當勞吃連續一個月嗎 他們都答應欸 而且我曾經有遇過一個朋友 我就真的跟他講說 欸我等一下要去創業 然後會孤注一直的投入一切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破產 到連衣服都沒得穿 然後每一餐都沒得吃的話 我可以吃你家住你家的連續半年嗎 他說好 然後我就叫他再錄音一次 就是確認他真的到時候會這樣救我 然後這些人就真的那麼幫我 然後我得到了這一些支持的那種系統 或是那種人生的那種支撐團隊了以後 當然還有我家人也很願意幫助我 我就可以知道我可以無後顧自由往前衝 因為我先為自己準備好了一個 抗風險的小團隊 我們為什麼在自己很順遂的時候 要常常幫助別人或是對別人不要交惡 要往上爬可以 可是絕對不能踩著別人往上爬 不能做壞事 原因就是因為你要讓你自己 未來有抗風險的能力 你萬一掉到谷底或你下滑的時候 是不是又要有人幫你撐腰 這種概念其實是更高級的思維去 廣結善緣去幫助別人的 所以當然啦 多幫人或是讓世界很美好 這種大同的理念很棒 但它其實背後有更深奧的意義 我覺得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還有支撐大家的財富思維了 好啦 今天這集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跟著艾爾莎一起 繼續擁有財富腦袋 財富思維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抵家啦 分析師林永年不藏私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張耀廷和您一千通行 前面